字幕針ader 大家好 我是江 82 00 videq 大家好 我是邁哥 終於我們等到了這麼好的天氣了 YA 說到春天4月 год 是不是有什麼活動一定要做的呢 睡覺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野餐的零食 沒關係 那我們就在櫻花樹下 野餐還可以睡個午假 還是先告訴我們今天要做什麼 好 說到野餐呢 我們最重要當然就是吃個零食啦 所以今天呢 我們就選出了我們辦公室的大叔系代表 以及少女系代表 要到我們B1的好地方超市 來挑選野餐的零食 YA 所以今天呢就是我們的 什麼東東市列第二集 那我們事故意識 馬上就往好地方超市出發吧 GOGO 我們買回來了 好累喔 我們先來一點喝的好了 好啊 欸我剛剛有選飲料欸 我選的是這個 我選的是這一個 減糖的奶茶 我跟你說 減糖下去之後 它味道一樣沒變 就是還是要有那個奶茶濃郁的香味 在這種天氣喝 非常非常的舒服 你看它這樣一袋裡面就有10包 每一包裡面它就用這樣的方式 你看 多有質感 我的這個是冰拿鐵 而且是香草口味 欸你上班可以喝 野餐可以喝 爬餐可以喝 登山 爬餐要登山 外出都可以喝 好 好喝嗎 它就是有香草味道 可是它不會讓你覺得好像很甜 我覺得它是男生女生都可以接受的一種味道 那我們喝完東西可以來一點正式的下午茶點心囉 好我是這個 你看我是一整個set喔 真的耶 剛剛喝奶茶 現在這是什麼餅乾 午後紅茶的餅乾 你看你看你看 我看 然後這樣把你拍好 很多耶 然後它一次也是這樣一包 而且都不沾手 我看看你吃什麼 來我要開給你看 欸怎麼辦我再找我開 這樣開可以嗎 直接開咧 先別管那個包裝 它裡面是有這樣子獨立的 所以像我剛剛那個開法也沒有關係 現在這兩個比的就只有它們的好吃了 好 我吃看看 好你先吃你的 非常的蠻可愛的耶 就是小小的這樣 好可愛喔 我以為我在喝午後紅茶 好扯 真的味道一模一樣很濃郁耶 等一下我聞到茶的味道 我還以為是 有打嗝喔 有有它真的有個茶味 就這樣嗯 這樣衝過來 是不是很像你直接喝午後紅茶的感覺 有 它很像餅乾感的一個午後紅茶 我覺得其實它搭在一個午後紅茶 自己本身的午茶是怕的 覺得很 很帥啊 我就說怕太甜的人 我覺得這樣子如果搭紅茶OK 那我現在要先吃我這個 就是你咬幾下之後 那個鹽味的感覺會慢慢慢慢慢慢出來 我可以跳槽嗎 不可以 剛吃完一些小點心飲料之外呢 我們現在來了 厲害來囉 剛剛看到我這個我就必買 你有一些必買的清單嗎 有啊 我想說你要拿出你的鴨香包 我也要拿出我的鴨香包 好啊來啊 我們一二三一起來 好一二三 你這個甜的 你怎麼老是在甜的 下午茶 說在這種 怎麼那麼有美的環境環境 我是覺得下午有時候也可以吃像這樣子一些 類似像下酒菜的東西 因為你只要人生苦短 大家上班都很辛苦 欸這很酷欸 你知道你這樣好像是那種 我們不是去買那種海鮮類 它會有那附的那個盤子 對啊 這就是啊 我跟你講我在家都這樣吃 在外面也都一樣 膩起來 味要味要味要 爽爽 好不好吃 QBQ QBQ 要不是今天有開車 酒就爛了 還有一整條的新滿 欸拜託買起來好不好 真的要去買 超好吃 而且它的辣度也沒有那麼辣 如果吃小辣的人也都可以接受 讚 沒錯沒錯 那我這個呢 你剛剛是左鶴直送 我這個是鳥取直送 問號硬要比賽 真的 我這台是大山高原的特選牛肉 來我們來吃看看 欸不得不說長得有點可愛 是不是 下午看到這個東西 你不覺得很開心嗎 並沒有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那種 比如說你家有小朋友 這個東西很適合 就是放在小朋友書包裡面 然後下午的時候可以當點心事 嗯 而且啊 這個甜甜圈有個很特別的地方是啊 如果你今天在家還是辦公室 它可以直接加熱 他說會有一層那種燒烤的感覺 可是大家一定要記得 外面的這個袋子一定要拿起來 欸各位觀眾 我看到一個東西 來秀給大家看喔 請問一下大家覺得這個東西 是幾歲的人喝的 欸不是 一個男子漢 會選一個這個三歲小朋友 在喝的這種小包裝嗎 問號 這個東西是我小時候的回應 回應 這我小時候最愛喝的咖啡牛奶 這個日本的鵝鵝 倒是泥 這是什麼 啊 南竹汗的飲料就對了啦 你喝看看 我們到底有多難此漢 來先開給大家看 欸它等一下會爆開 我不會我怕 我也是有點害 喔好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好在一個字爽 真的假的 這個喝起來超爽的 就是你知道這個冰在冰箱裡面 大家運動完或是像現在這種天氣喝 超爽 我跟你講 你看這個小小一罐你看 去日本都會買 欸但我最近覺得 這好像很紅欸 因為很多地方都有像 這個包裝的小的飲料 我是蠻想知道它的味道 你看在這種風光裡面的天氣 你就是要喝這種 懷念鵝食味 鵝食味 鵝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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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鵝 很強氣泡水跟一般的氣泡似乎的一樣 這個飲料呢三個字 即吼感 如果你今天超愛喝氣泡水 喜歡一種就是非常氣泡的感覺 一定要選這一瓶 欸我剛剛瞬間喝完打一個嗝欸 我 你有感覺到嗎 我有聽到 應該沒有味道吧 只是聽到 好喝 我看到現在有一個提問啊 我們今天的選品不對的嗎 哪裡不對 我們今天明明是一個應該要是大區代表的人 是選擇一個超少女的 然後一個少女代表的人 是選擇像干貝醇這種大蔬菜 你就說對了 我要隆重的介紹 我的最後一樣商品 多種口味的糖果 還有三種口味 你可以依照每天不同的心情去選擇你要的味道 還有顏色喔 倒是你 你今天是來野餐你選擇什麼東西 這個魚板棒你知道在什麼日本韓國都超紅嗎 是沒錯啦 但是我們今天是來野餐耶 我跟你講你換的鮮不要說那麼多 等一下我分你一個你就知道這個多好吃 這要怎麼開 就是這樣啊 你從旁邊這樣撕開啊 是嗎 我記得吃耶 是嗎 我們是不是來研究一下這個 你下次我可以下次先看說明 然後我們再來吃 我已經在吃了 怎麼樣很奶齁 它真的蠻適合下午的時候吃 而且我跟你說 真正老饕怎麼吃 這個東西可以加熱 它裡面是不是有起司 加熱真的爽到 這就是我有吃到起司的味道 超好吃 你看油花這裡都爆出來了啊 真的耶 這個整個都爆出來耶 誇不誇張 快點 你不要介紹你的糖果 我先把這吃完嘛 這真的好厲害喔 好吃喔 為什麼我今天都是對你選擇的 覺得這還不錯啊 選品達人在哪裡 選品小天才 其實這個我會想買耶 而且蠻多的有八隻耶 嗯啊 好 那接下來 就開我們的糖果了 我會不會先開一下 開 掰掰 好啦那接下來就開我們的 超級繽紛的果汁糖 我來模仿一下 就是先生他平常在吃爐士 所以我們女性的糖果的時候 會怎麼樣呢 來給我 來跟大家介紹 他現在正在壓抑他自己 嗯 今天 天氣好好 我今天的心情是什麼口味呢 哇 是葡萄口味 我今天的一整天是葡萄口味的心情 唉 好來吃一顆小糖果啦 你先吃看看好了 欸你知道喔 這樣子包裝打開 你光是看他看真的標準 多可愛你看 我沒有看是什麼 我不覺得直接要吃了嗎 到底在看什麼 這種儀式感齁 都被這種人給破壞掉了 我一次進去 那個蘋果味就直接 散把它出來 你的咧 我的就是非常的葡萄 還不錯啊 就可愛這樣 好吃 好吃 你覺得你在吃這麼可愛的糖 對 你的心情會變得很美麗 嗯 如果有酒的話 每個包裝都有不一樣的花色耶 你知道我們一樣是蘋果的喔 這是兩隻是相機 沒有啦 你可以介紹你的啊 我有在看 也有在聽 你看這個就沒有小雞 大家可以想像它抽屜拉開來 裡面都是像這樣的糖果 餅乾嗎 啊 你為什麼會拉開我抽屜 沒有啦 我是說 那這次的野餐零食就告一段落囉 喜歡我們今天零食分享的朋友呢 歡迎在留言的地方 告訴我們你最喜歡哪一個零食 那我們會從所有的留言裡面抽出兩名 抽出我們的抽獎好禮喔 歡迎大家繼續關注我們 我們追出更好更棒的影片 也請大家按讚訂閱加留言 還有要追蹤我們的FB IG跟Light喔 那我們下次見 Bye Bye 接下來就到告知 你喜歡哪一個零食 菜式 是的耶 看就告知到一段落囉 你有沒有要笑啦 你有沒有要笑 我覺得很好玩 我覺得很難 真的很多 OK 可以收了嗎 好 好 這袋子是我們自己的嗎 是啊 你這不知道 是一個袋子跟下面這個都是我們的 你說這電子 對啊 這兩個都只要刷費一千塊就可以拿到 欸它很好裝耶 超好裝好不好 不是 因為我剛剛我們在那邊買的時候 你這些東西就把人家丟進去 我覺得哇它全裝耶 它超好裝 好 下工 耶 請你 snip 下次再把人家丟進去 就找到 一個月